世界盃南籃资格赛倒数计时 中华南籃最受瞩目的球员 应该就是来自美国的阿提诺了 身高211公分的他 在去年正式的规划台湾 现在是真正的台湾人 而本届的世界盃资格赛 就是他第一次以台湾人的身份出征 世界盃中华南籃代表队 李景曼城等待 终于叛到第二位巩固进去的规划球员 他是身高211公分的 布林阿提诺 正值29岁生涯巅峰 在这一次世界盃资格赛 担任台湾新门神 其实国内球迷对他不陌生 阿提诺跟台湾的缘分 从2018-19年开始 当时他以洋教身份 加入宝岛梦想家 累积超大批粉丝 由于台湾南籃 始终缺少一注晴天的禁区战力 协会在去年以疏询规划方式 邀请这位新台湾人加入 这一次世界盃资格赛 是他规划后首战 而Tino不只要用力扛禁区 还要担任大哥哥 直到年轻人 阿提诺绝对是球队最重要的一个球员 应该说背负着如何让这些年轻球员快速成长的责任 有时候太快 我们必须学习终缺 然后比较柔轻 所以这次是强力和强力 但我们能够更加熟悉 希望我们能够更加速度 希望我们能够更加均匀 而Tino将台湾视为他第二个家 由他加入为南岸队带来帮助 希望就此提升代表队在国际赛场的竞争力 好谢谢